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过进一步的考察 专家还发现 这个纹生而退的水潭用抽水机无论怎么抽水却始终无法抽干 这些发现让经验丰富的地质专家也感到匪夷所思 那么水潭里的水为什么会出现奇怪的掌落 反常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地理秘密呢 接下来专家展开了更为深入的科学考察 天等县位于广西壮族寺区的西南部 在天等县城西北方向的群山之间 有一个被称作赶水潭的奇特水潭 据说水潭里面的水经常会莫名其妙地立刻上涨淹没农田 而涨上来的潭水必须要有人大声喊叫 或是不行的脚动才能被赶下去 这样的现象不仅让当地百姓感到非常好奇 也引起了科学家的关注 于是往西师范学院的曾令峰教授带领我们来到了天等县 通过考察 专家在赶水潭中发现了更多的谜团 潭水不仅会纹身而退 跪下去的水一段时间之后还会莫名其妙地流回水潭 而在进一步的考察中 当地村民还发现了更加离奇的现象 用抽水机往外抽水 水潭就仿佛具有超自然的魔力一般 怎么抽都无法抽干 那么 赶水潭中一系列的奇异现象该如何解释呢 就在考察陷入僵局的时候 村民告诉考察队 每年的正月十五 当地都要在水潭这里举行赶水节 那时将有上千人一同赶水 水潭中的水往往会彻底消失 得知这个消息 会由让考察队员们感到十分兴奋 在赶水节上 我们能否为考察寻找到线索呢 在等待了几天之后 这天一大早 我们来到水潭边时 这里已经聚集了上千人 还不断有村民从四面八方向这里赶来 不仅村里七八十岁的老人 甚至五六岁的孩子 也都参与到了这个盛大的节日当中 这样的场面让我们更加好奇 村民们要用怎样的方法 完成赶水的仪式呢 在大家的热气期待中 忽然记者发现 陆续有村民拿着水潭 纷纷越过水中 开始搅动潭水 而随着下到水里的人越来越多 赶水节也正式开始了 眼前的情形令考察队员们 感到十分惊讶 当地人为什么要举办赶水节 搅动潭水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这时村民告诉我们 赶水是当地最重要的仪式 这一习俗已经研习了几百年 每年的正月十五 人们都要以这种特殊的方式 来消灾祈福 让神明保佑他们平平安安 风调雨顺 以前的喊的时候 都是按照我们的传统节日来正月十五喊 就每年搞一次 就养心翻页的时候 就赶去了 正月十五这天 水才能被赶下去 对于这样的说法 队员们将信将疑 难道潭水的掌握 和正月十五这个特殊的日子 有着某种关联吗 得知这个信息 有人产生了一种猜测 这很可能是由于月亮引力 而产生的潮汐现象 这个潮汐现象呢 是这个月球对整个水体的吸引力 曾教授告诉我们 潮汐是海水在天体引力的作用下 所产生的一种周期性掌握现象 而农历每个月的初一 十五都是太阳和月亮引力较大的时候 这一天潮汐现象通常最为明显 它受到引力大的这个水位就升起来 受到引力相对小一点的话呢 它升起来就幅度没有那么大 那么村民们选择在正月十五这天赶水 是否与天体引起的潮汐作用相关 赶水潭又会不会是一种特殊的潮汐现象呢 曾教授查阅资料后告诉我们 赶水潭水位的掌握并不是潮汐现象引起的 这个潮汐现象呢 它只有在大海 它才比较明显 因为水体大 受到这个引力的这个变化呢 它反映出来呢就比较敏感 我们在这个河流啊 或者是小 或者是湖泊啊 或者是池塘啊 我们都没有这个潮汐现象 水潮太小呢 它在这么小的范围内 它受到的这个月球的这个引力是一致的 曾教授说 太阳月球虽然对地球上的万事万物 都存在着一定的引力 但是只有体积巨大 水量丰沛的海洋 才会产生潮汐现象 赶水潭的水量只有600多地方米 不到海洋总水量的200万分之一 赶水潭中水的掌握和潮汐现象 没有必然联系 这样的结果 让村民们更加困惑 如果与潮汐现象无关 那么潭水的掌握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酒鬼老坛 富与香 提示您精彩继续 见证赶水节 发现哪些奇异景象 潭水莫名消失 引发什么惊人猜测 这时赶水已经进行了三个多小时 潭水在不知不觉缓慢的往下退 刚才还是在水面之下的水草 渐渐露出了水 尽管此刻大家已经累得筋疲力尽 但赶水的热情却丝毫未解 这时记者不禁怀疑 在这种情况之下 水潭里的水果真能够被赶下去吗 今天的气氛还比较大 声音也比较红亮 今天绝对能赶得下去 转眼五个多小时过去 到了黄昆时分 一幅令人匪夷所出的景象 出现在我们眼前 用抽水机都无法抽干的潭水 村民们竟然用人工全部赶了下去 这时考察队发现 当水潭里的水全部退下去之后 不仅露出了潭底的淤泥 而且可以清楚地看到 在岩石的裂系中 有一个细小的洞口 由于此时天色已晚 无法仔细观察 考察队决定 第二天一早再继续展开详细的科考 第二天一大早 当考察队再次赶到水潭边 准备进行考察时 却被眼前看到的景象惊呆了 前一天晚上还是滴水不剩的水潭 此时水位正在快速地上涨 被赶下去的水居然又回来了 考察到了这儿 真可以用大开眼界来形容神奇的水潭 你看 用抽水机都抽不干的潭水 竟然凭借上亲人的呐喊和嬉戏 神奇的全部消失了 可是明明已经被人们赶走的潭水 在第二天都很快的流了回来 这样的奇的现象让考察队员们更加困惑 人们究竟把水赶到哪去了 这些水又为什么还能回来 这个时候专家告诉我们 他推测 赶水潭潭水的神秘掌握 很可能与隐藏在水潭下方沿层当中复杂的地下水系统 有着某种奇异的关联 连抽水机都抽不干的潭水 为什么在人的呼吓和搅动之后 会离奇的全部退光 更让专家难以理解的是 被彻底感光的潭水 为什么会涨上来 重新回到水潭 这些神秘的水 究竟来自哪里呢 专家推测说 水潭中涨上来的水 很可能也是从地势较高的地方流过来的 而要破解这一迷团 首先要找到地下水的源头 曾教授查看地质图后发现 赶水潭与另外七个水坑 处在同一条断裂带上 这条断裂带自西向东 一直延伸到赶水潭东面 大约40千米远的地方 专家推测 地下水的源头 很可能隐藏在水潭东面的群山之中 在曾教授的带领下 考察队向赶水潭东面的大山深处进发 与寻找水源 沿着崎岖的山路 找了四个多小时 忽然 考察队在一座山峰的半山腰 发现了一个黑区区的洞口 洞口下面究竟有什么 我们能否有所发现呢 由于在洞外无法看清里面的情形 考察队决定 进到洞中一看究竟 我们继续看看 看看这个洞是怎么样 看有没有水 进入洞中我们发现 洞口处十分狭窄 只能蹲下身子一点一点的挪动 而越向里面走 我们就越发感到不可思议 从外面看上去 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洞 可走在里面 却和想象中的完全不同 洞内的通道 幽深而狭长 在穿行了半个小时之后 我们竟然不知不觉 走进了一个高大的洞厅当中 借助于电筒的光亮 一排排钟乳石跃入眼帘 在洞穴深处 考察队有了让人心细的发现 这下段有什么 这里一个很深的洞 我们看看 走进看一下 有水有水 来 我们找会儿石头 那么 这是不是赶水潭下放了地下二河的水源呢 由于洞内太黑 无法进行精确测量 于是曾教授决定 先把地下水水位的海拔高度记录下来 出洞之后再进行详细比较 当我们原路返回走出洞口的时候 曾教授比较之后 有了让我们意想不到的结论 地下河要比它低三米多到四米 原来通过海拔高度的测量 曾教授注意到 洞穴中地下岸河的海拔高度 比赶水潭的水面低了将近四米 曾教授说 岸河的水位低于赶水潭的水面高度 说明这里的水并没有流到赶水潭 而是流到了别的地方 这样的结果 使考察变得更加迷雾重重 经过艰难的寻找 我们好不容易发现了地下岸河 却不是赶水潭的水源 考察到了这儿 神秘水潭的身世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这个时候考察的不禁产生了更多的疑问 当地人为什么要到赶水潭来赶水 赶水习俗的形成 是否还有别的什么不为人知的原因呢 当我们回到赶水潭边的村庄的时候 村民们向我们道出了 他们赶水的真正原因 就在考察再次陷入僵局的时候 有村民告诉记者 人们每年都要到赶水潭来赶水 是有原因的 因为村里的老人经常告诫他们 如果不赶水 水潭里面的水就会不断地上涨 为坏庄稼淹没村庄 而在离此不远的一个地方 就曾经发生过一场灾难 村里的老人说 七十多年前的一天 在距赶水潭十五千米远的一个山间盆地 下了一场罕见的特大暴雨 那场暴雨引发了山口滑坡 雨水携带石块 咆哮着冲向山下的谷地和村庄 仅仅十几分钟 庄稼被毁 村庄被封室 呼噜其来的灾难 是生活在那里的人们 过得不背井离乡 肺迫离开了家园 七十年前的那场水患 很多村里的老人都曾亲眼目睹 他们说 在水患发生的地方 以前也有一个与赶水潭类似的水潭 就因为那里的人不赶水 才最终导致了灾难的发生 村民的描述不禁引起了我们的好奇 如果不赶水 这里会不会因为潭水暴涨 也有灾难发生呢 曾教授决定 找传说中的灾难发生地 寻找线索 考察队从赶水潭出发 向十五千米远的大山深处行进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 我们跟随曾教授 来到当年灾难的发生地时 瞬间被这里的警致所震撼 只见一壶碧水 静卧在群山之间 碧波荡漾的湖水 就宛如明镜一般 清澈而透明 并不时有水鸟 在此驻足兮兮 眼前的美景 让我们很难想象 七十年前 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灾难 那么原本人烟稠密 开阔平潭的古地 在灾难过后 怎会变成如今的一个大湖 它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带着疑问 曾教授沿着湖岸 进行仔细考察 考察后 他很快发现 这个湖泊十分独特 它既没有明显的河流流入湖中 也没有水稻将湖水排出 曾教授告诉我们 这种湖泊 是卡斯特地区的 一种特殊湖泊 名叫盐龙湖 它原本的出水口 应该与赶水潭一样 是湖泊底部的 狭小岩石裂系 而今天 湖泊水面如此浩大 很可能是湖底的出水口 被特地堵塞了 洛杉洞被堵塞之后 地表水就下不去了 但是它地面又没有地方流走 所以它就积水 积水成湖 曾教授说 很可能在七十年前 随大雨倾泻而下的泥石流 携带着石块淤泥和大量的草木 堵塞了湖底落水洞的洞口 若于洞口被堵 积水无法排走 天长日久 雨水越积越多 最终汇聚成了眼前的巨大湖泊 此时记者不仅产生疑惑 这座湖泊与我们考察的赶水潭 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曾教授告诉记者 这个湖泊的形成 让他对赶水潭的身世 有了新的推测 赶水潭 它的形成 跟它现在的现状 基本上也是一样的 只不过呢 那个规模比较小 曾教授带领我们返回了赶水潭 在仔细测量周围地形地势后 曾教授发现 赶水潭 恰好处于群山环抱的谷地中央 看似平整的农田 其实都向着赶水潭 微微倾斜 虽然肉眼不容易看到 但是 农田浇灌的水 夹杂的泥土和沙粒 无时无刻 不再向水潭的方向汇聚 这使得水潭里面 淤积了大量的泥沙 水携带泥沙 从水潭底部的洞口 向地下河流动 然而 一部分泥沙堵塞了洞口 使水潭与地下河之间的通道 不再顺畅 于是形成了眼前的赶水潭 这和山那边的湖泊 形成的原因几乎完全一致 但是 与湖泊不同的是 淡水潭水底的洞穴 并没有被泥沙完全淤塞 而是留下了一定的缝隙 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生活经验 一搅 池塘下面 那个泥巴就跟着就搅起来了 那么这个水 它有一个动能 那么它就会带动 那些堵塞的那些泥沙 使到它的这个结构啊 就会变松 疏松一点 疏松一点的那个水呢 它就可以往下渗 曾教授告诉我们 干水潭之所以会出现水位忽上忽下的奇特变化 是由于洞口与地下暗河连接的通道 并没有被完全堵死 它就好比被杂物堵塞的下水道 当我们拿工具疏通 在管道还没有完全疏通开的时候 水会沿着通开的缝隙 缓慢往下流 这就相当于人们搅动水潭时 通道里的泥沙受到震动变得疏松 水开始慢慢地往地下暗河中渗透 专家解释说 声音和敲击产生的声波 由于震动也容易使泥沙变得疏松 只是水位下降的速度 看上去不如搅动潭水时那么明显 可是退下去的水为什么几天之后又会缓慢地涨上来返回水潭呢 专家进一步解释说 赶水潭仿佛一个没有完全疏通开的下水道 由于搅动潭水时 管道中的泥沙已经变得疏松 因而当人们停止搅动后 随着周围水田中的淤泥重新下渗 原本松动的泥沙又会重新堵塞延迟裂系 当周围水田中的水再一次汇聚到水潭中 水位就又一次恢复到了原来的模样 地表水下去的时候 它会有一些泥沙 而且泥沙还不能多也不能少 多了就完全堵塞 所以它这个是一个巧合 经过细致而周密的考察 专家终于破解了隐藏在赶水潭中的自然奥秘 但令我们担忧的是 这片物产丰饶的山间谷地 会不会在未来的某一天 也会因为泥沙流而被水淹没呢 专家告诉我们 虽然赶水只是当地人的一种习俗 但它对地下水系的疏通却十分有益 赶水潭就恰似一个人工调节的水库 只有定期将它部分疏通 才能最有效地保存住盆壁中的水资源 如果完全通开 地表水将毫无阻拦地流入地下 盆壁中的百亩凉田就将荒废 而如果长期不进行疏通 那么一旦遇到山洪 这里极有可能会因为潭水上涨 淹没农田造成灾难 在考察即将结束的时候 曾教授告诉我们 在千百年的生产劳作中 当地百姓逐渐形成的潭水风俗 看似异常神秘 然而却暗合了喀斯特地区的自然地理学科学规律 朴素的民俗 使这片山间古地成为了广西大地上 一块不可多得的沃土 滋养着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赶水潭的秘密终于水落石出 真相大白了 在考察的最后 专家告诉我们 在科学并不发达的中国古代 当地百姓并不知道 喀斯特地貌的地质规律 但是他们却能够创造赶水的方法 保持当地的水量平衡 这种民间的智慧 即便在今天也令人叹为观止 同时专家还发现 当地人把正月十五定为赶水节 举行盛大的赶水仪式 也暗合了这一地区的地理科学规律 在广西 正月是一年中降水最少的季节 也是赶水潭下方的地下暗合 水位最低的时候 在这个季节赶水 最容易疏通地下水流的通道 好了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科学节目 我是盛春 明天见